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来就2013年两岸关系的总检讨提出报告 我想作为一个引言的话 我想把这个2013年的两岸关系回顾分成六点 以及2014年两岸关系的前景也分成六点 来帮大家做一个浓缩的一个整理 我觉得2013年的两岸关系的回顾第一点 就是在政治上的习近平适度会见了国民党的高层人士 包括了2月25号的连战 4月8号跟肖万长 6月13号跟吴波雄 10月16号跟肖万长 在这四次的会晤中 习近平先生对于北京的立场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陈述 在这四次里面特别是第三次 吴波雄先生明确的表示 台北仍然是用一个中国的架构作为两岸关系的定位 而不是国与国的关系 不过在第一次的会晤的时候 连在他所提出的十六支箴言 其中的一个中国说 其实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得到马英九的一个背书 那我们终关这四次 特别是第三次吴波雄所谓的一个中国原则 或者说一个中国架构 其实这一个中国还是指的是中华民国 而没有任何的改变 所以简单来讲 2013年呢 马英九并没有尝试要去诠释 所谓何谓一中架构 或者大部分讲的一中框架 并没有改变马英九长久的论述 就是两岸只有单一的主权 但是两岸主权呢 互不承认的一中各表的一个论述 第二点在经济上呢 最大的一个特色 就是两岸签署了服贸协议 但是他在台湾的立法院呢 并没有通过 第三个在高层的交流方面呢 4月6号 两岸事务主管机构的负责人 公开的寒暄互动 并称官协名称 承诺推动双方主管机构的负责人的互访 而加强交流的合作 第四点呢 在对话方面 我觉得2013年是两岸民间 字幕非常频繁的一年 而且其中也针对了政治性的问题 家庭开始进行的研讨 包括五月份在台北 在北京举行的北京会谈 它是红蓝绿第一次在北京进行对话 也包括接下来的 由两岸退休将领的学者 就这个子哥立信 也就是大家所俗称的 军事户型机制 举办的逐行研讨会 那六月底在香港 举办的两岸关系的发展 与创新的研讨会 这是一个红绿的对话 那七月上旬呢 在青岛举办两岸海洋战略援助会议 八月在浙江大学举行 第七届的两岸发展论坛 十月份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 也就是首届的两岸和平论坛 十一月在银行大学是举办推动两岸文化融合研讨会 十一月在重庆举办重庆夏合研讨会 那是由两岸退休大使所共同参与的 所以从这些上面的一些重要性的整个民间的支部的对话 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民间的对话已经开始跨越到了一个政治对话的这么一个阶段 那第五个呢 在世外事务方面的话呢 甘比亚与中华民国断交 但是呢 大陆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介入 也显示出 台湾的活动外交 以及两岸和平的发展 已经有了基本的一些成效 那在金融方面呢 两岸金融领域的往来合作 在2013年取得非常多项重大的突破 以及标志性的发展 包括什么 包括两岸人民币清算机制正式启动 两岸直通汇款平台建立 台湾人民 在台湾人民币的存款 已经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而大陆银联卡在台刷卡的消费 预计也突破了千亿元的新台币 人民币的宝岛债也展开热卖 而人民币正式纳入台湾的外汇储备 成为台湾的储备货币 那回顾了2013年这重要的这六项大事以后呢 我们展望一下2014年的两岸关系的前景 我也把它分成六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我认为在政治论述上 在两岸的政治定位论述方面 由于马英九仍然坚持所谓的一中架构 就是中华民国架构 那换句话说两岸的关系 仍然是中华民国主权类的两区的关系 我个人认为说 如果马英九仍然坚持这么一个政策 而不尝试的往两岸的主权宣誓重叠 宪政自权分立的 一中三线这个概念去靠近的话 那么北京它也会继续的主张一中框架 也必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一个框架的论述 那么双方面在主权论述上的继续的僵持 将注定2014年两岸政治定位方面的看法 将不会有改变 那两岸政治对话以及军事互信机制 不会有太大突破的情况下 我觉得可能会仍然在停留在两岸智库的讨论 所以今年的两岸智库还是会交流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做重大的突破 那第二个呢 两岸领导人是不是可以会晤呢 我们也看到台北方面充分地表达出来 希望在今年十月的APEC在北京能够会晤 那当然我们认为说 可能习马会或者马习会它条件 它必须建立在四个东西上面 第一个 大家是用适当的身份 第二个呢 在适当的时间 第三个 在适当的地点 第四个 可以建立重要共识的议题 四个方面 如果两岸领导人见面 除非要有更大的战略考量 就大家有更大的战略目的 否则以上四点 可能是大家都会列入考虑的 第三点呢 我觉得两岸机构 两岸机构事务的负责人将见面 也在今年农历春节以后 我个人认为说 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当然是重要的一页 第四点 两岸2014年 除了马协会是否可行以外 其他三个重要的议题分别是 第一个 福贸协议是否会在今年的春天通过 第二个 两岸两会互设办事处 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尘埃落定 第三个 现有的两岸关系条例 是否能够完成必要的修订 这三点也是马政府 这一年最基本的三项的工作 六个 在国际因素方面 包括美国的亚洲再平衡政策 以及日本在东海的强硬作为 以及日本内部右翼政治势力的动作 这些外在的情势 使得2014年的国际环境 只会更坏 而不会更好 都会使得台湾在选择时 面临一些挑战 如果处理不好 也会影响到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的认识 第六点 就是最后一点 民共关系 即使台独早就已经在民进党内部 已经是一个假的议题 但是民进党在苏贞昌与蔡英文 两人争取总统候选人以前 应该不会对目前所主张的 两岸政治定位做出改变 那在没有改变的情况以前呢 我个人认为说 北京会尽量争取 以民进党的外卫 民间智库 和重要代表人物的互动 但是不会容易 非常轻易地开启 正式的民共的对话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报告 谢谢大家